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创造很多珍贵的文物 到如今大部分被放在博物馆展览 但也有不少的文物散落民间 因为农村人的文化有限 于是很多的文物贩子就看中这样的机会 到农村淘宝 确实有不少的文物贩子从中获利 但也有不少的人因为不能慧眼石珠买到赝品 于是在国家的扶持下 近几年的健保栏目大货 收藏爱好者王晓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最终根据佛像的造型 专家确定 这是唐朝物件 是当时的世战牟尼青铜流金造像 根据专家所说 在这尊佛像的底座 原本应该有一个插销 是固定在一个底座上 但如今底座遗失 所以对于这尊佛像的价值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最终专家给出20万的估价 在询问王先生购买下格后 专家不由地夸赞王先生有眼光 毕竟在乡下淘宝是有很大风险的 王先生很幸运能够逃得真品 不然就亏大了